哈喽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 我是阿萨社区的黄老师恩迪 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早盘分享时间 今天是4月13号星期一 那今天的话呢会有一个部分的一个时间 是处于一个停盘的一个状态 因为今天是一个复活节 所以说对于我们今天的一个日内打点 是不会有影响的 那上周五的话呢 也是由我这边去跟大家去进行了一个什么 晚间的一个直播 对不对 所以说那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当中 是总结了我们上一周的这样的一个策略 一个复盘 所以说把一些权重的一些这样的一些依据 都有跟大家去讲到 所以说在权重的这样的一个策略的一个基础上 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让他的这个利润去放大一点 把仓位的话呢 适当的就去怎么样 放大一点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说我们这一周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仍然是建立在一个稳健的一个基础上面 还是走这个稳健的这样的一个路线 所以说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阶段 那我们的这个新老朋友都要去怎么样 去及时的跟上我们的一个操作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机会都有哪些 首先我们看到的仍然是我们关注的一个欧元 朋友们欧元 那上周五也有跟大家去讲到欧元当下的一种这个走势仍然是什么 仍然是他的一个做多 仍然是做他的一个多为主对对 这边的话呢我们来可以来从这一波下降去跟大家去做一个分解对不对 这边的话呢他就是一个什么下降的一个状态 在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对于这一笔的一个下跌啊 有了一个什么 逆动能啊对不对 逆动能的出现 而且的话呢这个逆动能啊 他的一个上升的一个强度啊还是有的 那这一笔的一个回调是比较浅啊 比较浅 然后的话呢再次怎么样 创出了一个新高 所以说呢当下的一种排面啊就非常好理解了 那这一笔的话他就是一个什么上涨的一种状态 所以说那我们只需要啊在这一笔的这个上涨的当中 找他的一个什么 找他的一个多点啊 朋友们找他的一个多点 所以说当下的啊这样的一个排面的一个走势啊 我们只是需要怎么样 就连接啊他的一个趋势线啊就可以了 当价格能来到一个趋势线的一个支撑 那这个位置的话呢就是一个什么 做多的一个位置啊 做多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这一笔的一个上涨啊 创新高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啊 是比较大的啊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我们的第一指引可以看到前高 第二指引的话呢就是什么 看他创新高的啊 创新高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位置啊 可以参考一下啊 差不多啊在这样子的一个压力啊 前方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点啊 可以参考一下 好那当下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欧元啊 朋友们欧元这个多啊是我们一个重点 去关注的 除了我们的一个欧元啊 还有我们的一个什么 欧日啊 欧日啊当下的一种情况也比较清楚啊 就是什么 这是一笔上涨的一种结构 对不对一种状态 这边的话是走一个什么 调整段对不对 就一笔两笔啊 两笔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当下的话的话 正在走一个什么 区间的一个震荡啊 区间的一个震荡 当价格下来的时候啊 朋友们啊 现在价格已经快到了 下来的时候如果说能给到一些刺头的一些信号 那这个多的话呢 朋友们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日内啊 日内打点的一个多啊 先去做它的一个震荡多啊 做它的一个震荡多 好除了我们的一个欧日啊 还有我们的一个什么 美瑞啊 美瑞啊 这一大笔啊 就是一个什么 下跌的一种情况啊 下跌的一种状态 对不对 一笔下跌 然后的话这里进行了一个什么 水平的啊 一个调整 然后的话呢 价格再次啊 加速啊 创出了新低 对不对 这边的话呢 就进行了一个什么 小区间的啊 小区间的一个调整 对不对 所以当下对于美日啊 对于我们的这个美瑞啊 美瑞来讲 仍然是做它的一个什么 去做它的一个空啊 去找它的一个空点啊 朋友们 这个空的话呢 首先啊 先去看它的一个什么 这个区间的一个调整段的一个空啊 这个区间的话呢 是有30多个点的一个利润啊 如果说在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啊 它的这一笔的一个下跌的 朋友们 动能啊 是比较强的话呢 看什么 看空间啊 就可以去做它的一个空间 但是我们的第一指引位置 肯定是在什么 是在前进 前低的啊 前低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啊 前低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好 那这个空点啊 朋友们 那这个颈线的位置的一个空啊 也是我们的一个什么 重点的一个空啊 因为我们这一笔啊 不是看它什么 不看它直接上破 直接对于这一笔的一个下跌的一个 微反嘛 对不对 所以它这个空啊 也是我们的一个什么 重点的一个空 好 那以上的话呢 就是我们啊 今天的一个 全部的一些打点的一些 一些机会啊 朋友们 对我们阿萨社区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 或者跟我们的这个小助力啊 取得联系 都是可以的 那以上的话呢 就是我们全部的内容了啊 朋友们 那今天的话呢 也祝大家这个交易顺利 我们明天再见